最终,玛丽玉和文章还是离婚了,11年的婚姻终究还是落下了帷幕。 其实,当年在一起时,网友就不看好,除了人气外,最主要的还是年龄问题,毕竟,八岁的差距,怎么说都会有一些带勾? 然而,两人完全不顾大树的反对,还是一无反顾的走到了一起。 婚后,玛丽玉还为文章生下了两个女儿,本来一家宿口幸福美满的,没想到文章在玛丽环二胎时出轨了谣逼,导致这段婚姻一直处于边缘地带。 不过,玛丽玉还是选择了原谅文章。 不过,时隔五年后,两人还是官宣离婚了。 那么,玛丽玉为何五年后才提出离婚呢? 外界猜测,主要是玛丽玉在报复文章。 这五年下来,玛丽玉拼命地努力奋斗事业,而文章事业早已已落千丈,姚迪也被骂出了演艺圈,还有了男友。 要是离婚后,文章和姚迪也不可能会走到一起,事业也永远没得翻身。 那么,事实是否如此呢? 姚承忍不住了,说出玛丽玉已经忍一年才离婚的真相,网友,错怪她了。 在访谈中,玛丽玉的好友姚承给出了解释,表示,玛丽玉哪都好,就是她爱文章了,因为文章和她有年龄差距,担心她会爱上其他年轻小姑娘,所以她会一直管着文章。 看来,玛丽玉才是那个真正离不开文章的人。 好在,移婚后的玛丽玉终于振作了起来,不再执着于荒野,而是勇气地经营好自己。 熟悉的玛丽玉依旧在事业前线打拼,出现在引擎前的她非常的耀眼,就连身材依然保持很窑窍,为何玛丽玉能维持那么好的身材? 她在朗读作中表示,一直有去古风局,在掏包找的,我学她15天,小腿瘦,一圈了。 其实,玛丽玉本身就是一个大度高智商又大度儒雅的女人,在发现丈夫出轨后,没有大哭大闹,而是选择了原谅,也没有开思摇敌,相信几乎没有任何女人可以。 做到如此,只能说,错过玛丽玉将会是文章这辈子最大的遗憾。 你认为,玛丽玉是在报复文章吗?